今天的科技参考,我们说一个比较严峻的话题,那就是城市的消失 这并不是因为文明或者秩序崩溃了,而是大自然的变化导致的 自然因素分为两个方面,一弱一强,我们先说弱的方面 弱的方面指的是海平面的上升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因为全球变暖会导致冰山融化 如果融化的是北极的那种浮冰,对海平面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冰变成水之后,密度变大,体积缩小 当初露出来的冰,融化的部分正好对应了整块冰缩小的体积 所以海平面高度基本不变 真正导致海平面上升的是那些本来就在陆地上的冰 比如南极的绝大部分冰都是在陆地上的 冰下面几千米就是硬质的陆地了 如果南极的冰全部融化,就会导致全球海平面平均上升66米 而北京上海广州纽约伦敦的海拔分别是 31米,5米,6米,10米,11米 没有一个超过66米的 其实当前世界上最主要的100个城市 海拔都在70米以下 于是南极的冰全部融化之后 这些城市必然消失 不过由于全球变暖发生的时段 超过一个人的一生 虽然后果严重 但进程缓慢 于是大家并不以为意 今天最担心由这个因素导致海水淹没的是那些岛国 比如说基利巴斯 脑鲁 图鲁瓦等等国家 说完了海平面上升这个比较弱的因素 我们再来说说导致城市消失的影响因素比较强的那个因素 就是城市下沉 这个下沉不是文学比喻中的沉沦 或者商业用语中说的下沉市场 而是真的城市地表的下沉 这个因素比第一个因素剧烈几倍到十几倍 最近罗德岛大学地球科学家使用了卫星图像 分析了2014年到2021年这七年间 全球99个沿海大城市 以全局视角评估了全球大城市的沉没情况 其实城市沉没这个问题 早就是城市规划地理科学中学者的共识了 原因呢也不复杂 就是对地下水过量的抽取 而且学者们也知道 不少大城市一直在下沉 但这个研究告诉我们 大城市不但在下沉 而且还在加速下沉 这个研究使用了两套卫星系统 一套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包括了大家熟悉的GPS 俄罗斯的格罗纳斯 欧洲的伽利略 中国的北斗 还有一套卫星系统叫做INSA 全名是干涉合成孔径雷达 能以毫米级的精度测量地表到卫星的距离 两者结合之后就能以天为单位测量地表的形变 他们最早是用来监测自然灾害的 比如说地震的强烈程度 火山爆发的规模影响范围 还有大规模的山体滑坡和一些大规模的人造工程 比如说大型水坝的结构稳定性等等 而在这项研究里 两套系统被用来统计全球范围内地表海拔的变化 监测的城市一共99个 以两个月为最小的单位统计变化趋势 在统计精度满足要求的前提下 最长的城市监测了6年半 99个城市平均监测时长是5.3年 结果发现 99个城市里的33个 每年的下沉速度都超过了10毫米 而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每年2毫米 下沉速度最快的三个城市 依次是天津、雅加达、三宝龙 其中天津的下沉速度达到了惊人的40毫米每年 而雅加达跟三宝龙都是印尼的大城市 所以其实印尼这方面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 除此之外 孟加拉的极大港 菲律宾的马尼拉 巴基斯坦的卡拉奇 也都是问题严重的城市 下沉速度都在每年10到20毫米 而且经过准确的定位发现 下沉的区域集中在城市的居民区跟工业区 所以原因也很好确定 就是过度的抽取地下水导致的 也就是说 在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下沉问题最严重 我在文稿中放了两张图 如果方便的话 你点开文稿可以看到 第一张图显示的是 这99个城市都在以多快的速度下沉 颜色越红 下沉的速度越快 如果看到了图片 你就会发现 这些城市大都集中在东亚跟东南亚 第二张图显示的是 哪些城市的危险程度更高 这里的危险定义是这样的 在海拔低于10米的范围内 下沉速度超过海平面上升速度 区域有多少平方公里 颜色越红 代表下沉的面积越大 城市危险度也就越高 这个统计的逻辑是这样的 虽然下沉的快慢 它是一个硬指标 但同样是每年下沉40毫米 西藏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而海拔只有几米的上海 那就危险多了 所以统计低洼地区 那些快速下沉的区域 才更能体现危险不危险 从这第二张图里 我们也能看出 绝大多数危险城市 都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 其实最危险的城市 在这张图里并没有标的最红 那就是印尼的首都雅加达 这个城市已经危险到什么程度了呢 2019年4月 印尼宣布迁都 我们知道印尼是个迁岛国 但大岛就是四个 苏门达拉 爪哇 加里曼丹 跟苏拉威西 印尼人口主要集中在爪哇岛 而雅加达就在爪哇岛的最西边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这个城市就同时遭遇了各种问题 交通堵塞 城市污染 洪水泛滥 火山喷发和地面下沉 印尼这次就把首都从爪哇岛 迁移到了1300公里外的 另外一个大岛 加里曼丹 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雅加达每年都会遭遇很多次海水倒灌 雅加达的城市中心区 从2008年有统计记录以来 平均每年下降25厘米 到今年已经下沉了3米多 城市路面经常出现天坑 防岛污塌 洪水过后内涝严重 让城市没法恢复 现在雅加达已经是一个被放弃的城市了 这项研究横跨了6年多的时间 也观察到了政策的优化效果 比如说雅加达从2010年起 就公布了禁止过度开采地下水的政策 随后几年 通过卫星监测到的数据 也确实有明显的改善 于是 它的整体下沉速度 在这次统计中并没有名列第一 而在过去每每提到城市下沉 雅加达都是毫无悬念的拿到第一的 那怎么才能防止城市下沉呢 其实关键不在于禁令 禁令的最好效果只能是延缓危机的发生 最有效的措施应该是补充地下水 那用什么方式补充呢 雨水就是最主要的补充方式 在没有城市之前 像东南亚这样雨量非常充沛的地区 是不可能出现因为地下水匮乏而地面塌陷的情况的 下过雨之后 水自然会渗到土壤里 但城市化之后 路面普遍硬质了 有的地方铺上了沥青 有的地方铺上了水泥 建筑物下面的地基也都是防水的 这些设施相当于给地面加了一个盖 城市设计者为了解决下雨后的内涝问题 还设计了排水沟 雨下的城市范围上之后 首先落在硬质路面上 然后流进隔水的排水沟里 再汇集到更粗更大的城市泄洪渠里 比如说北京的很多河 在从前还承担着曹运功能 但今天也就都只有泄洪跟排污的单一功能了 从泄洪渠流到城市周边的河流里 再从河流最终流向出海口 于是本应该能够补充到地下水的雨水 从接触地面上开始就再也没能跟土壤接触 都顺着一条人工设计的 有水泥和防水材料制成的通道 直接流向了大海 而与此同时 人口上千万的大城市 无一例外的都用水紧张 靠周边的水库蓄水也满足不了需求 于是只能抽取地下水 地下水呢就像一个大的蓄水池 只出不进 不久就会被排空了 土壤从有粘性跟凝聚力的特性 转向了偏向沙土的特性 于是城市就下线了 当然解决方法也不是没有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把当前全部阻碍雨水渗入的硬壳 给它敲掉 重新铺上一层透水的硬质材料 比如说多孔的柏油路面 但这个工程的规模有点大 多孔柏油路面需要用到的原料 跟施工方案也都比传统的柏油路贵得多 所以至今也没有几个国家 能够完成大面积的改造 此外还有一个方法是靠城市的自我演化解决 也就是城市在高度集中之后又分散化 每个城市都有N个更小的卫星城组成 卫星城之间的土地大都没有覆盖硬壳 于是在下雨的时候 水就可以通过紫城市之间大面积的渗透 存储在城市下方的土壤中了 今天全球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都属于沿海城市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好 早晚都是要面临和雅加达类似的命运的 而且这个时间点会大大早于海平面上升 导致城市被淹没的